三季过了十周之后 保护力恐怕会下降15%到25% 因此有部分的国家 像是以色列 法国 德国 都计划要接种第四季 专家认为不排除未来高风险族群 需要年年补打新冠疫苗 欧目孔太难缠 部分国家喊出要打第四季 英国卫生安全局最新研究发现 打两季AZ 第三季打莫德纳 十周后保护力下降15% 第三季打BNT 保护力更恐下降25% 即便打三季BNT 保护力过了十周 也会从70%到45% 同样下降25% 数据显示疫苗保护力 欧目孔比Delta下降还要快 有一些他们提出 是不是针对欧美孔 有需要打到第四季 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 初步的这样的资料 让他们比较担心 欧目孔来势汹汹 全球疫情持续延烧 以色列率先喊出 60岁以上长者 医护人员及免疫系统受抑制者 计划打第四季 疫情肆虐的欧洲 德国法国卫生部 也喊打第四季 国外也开始都来研究 下一代的疫苗 用新的RNA序列 来就是说 造成人类的新的免疫反应 容易发生重症的人 他需要针对新冠 每一年打疫苗 药厂再提出来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 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 做在一起 专家分析不排除 未来新冠疫苗 会像流感疫苗一样 年年补打 但也强调疫情变化快 除了打疫苗之外 个人防护仍不能松懈 记者余胜行要相遇台北采访报导 这边是新冠疫苗的新冠疫苗 我们是新冠疫苗的冠疫苗 帮助 感谢观看